就是用錄製聚集來修改這個部分 稍微把比重稍微再增加一點點 因為我發現這個是真的是 ecell VBA的特色 因為其他的語言沒有這些東西 真的是太 我是覺得這個還蠻蠻棒的一個idea 因為他真的是可以幫助一般非 他不是軟體工程師 但是他又要可以想要做一點自動化的事情的時候 真的還是可以做出 該做的事 該做出來的東西 因為坦白講 如果你要叫軟體工程師幫你動一個東西 那都是很 怎麼講 第一個你要跟他溝通 你要把你的流程 你要什麼什麼給他看 然後去做什麼系統分析 系統設計 再去瞭解畫面怎麼做 那已經照很久了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錢 因為這裡面的話要需要很多的費用 並不是一般人 可以負擔的起的 一般公司也可能也負擔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如果只是個人 或者是只是小公司 已經綽綽有餘了 而且最大好處是你可以 叫做under control 你所有都可以自己控制的 那只是說呢 比較累一點部分就是說 你要去了解你的那個什麼呢 流程跟步驟 還有你要錄製下什麼東西 再去做細部修改 那基本上也沒有太多需要改的 主要你要知道說你到底錄了什麼東西 那以往大家比較不清楚 就錄下來的東西 錄了太多不應該有的垃圾 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你要錄這之前 先搞清楚你要錄什麼 不要很隨性的亂錄一通 錄完之後你也不知道自己錄什麼 哪些要留 哪些要刪 你搞不清楚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要有步驟的去做一件事情 第二個就是說 錄完之後你就把 註解再打上去 這樣慢慢就可以去修正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的查詢 我們也是一樣 這些其實都是我重新錄過一遍 那應該都可以理解吧 有沒有 Range A3 為什麼A3呢 因為我們是上面兩列空下來 放一個查詢的按鈕對不對 那將來將來你要取得 使用者輸入的值 也不見得用Input Bus 你也可以怎麼 使用者輸入值的方式 至少有三種以上 第一個 你可以用Input Bus 第二個 你可以指定比如Range A1 比如那個Range A1 你可以給他一個外框線 然後甚至在旁邊 看到他請在此輸入 或者A2好了 那A1那個部分 就是你可以怎麼 改成什麼 請輸入什麼呢 乘以關鍵字 A1儲存格 就是一個提示 那你取得的值 可以從什麼 A2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你可以從儲存格裡面去取得 然後你的查詢按鈕 跟這一樣 應該是 你可以放在A1 是 這個請輸入乘以關 在B1的地方 可以讓他輸入對不對 那以後取得值的話 你可以從什麼 Range B1裡面去取得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另外的話也可以從表單 至少你輸入的方式有 這剛剛講的這三種 那哪一種方式比較適合你 我想各位自己再去調整 再來就是說 取得X之後的話 那其他就是去做查詢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這地方 各位可以去跟前面的做比對一下 這裡的話 Criterior就是說 這邊有個什麼呢 有個等於有沒有 跟什麼呢 一個Star 後面的話 end串接 然後再end串接 再加一個 這個一個Star 那為什麼要加一個 Star有沒有 主要的就是 這個就是萬用字元 這個萬用字元就是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 反正你裡面有這個關鍵字 或者是這個關鍵詞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結果秀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會有個Star 在前後 這個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